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泰仔,这里是环游泰国系列节目的第63集,今天我们要从泰国南部的美丽小岛苏美岛出发,前往泰国南部的第二大省府,纳宫斯伊塔玛拉。 纳宫斯伊塔玛拉的中文名称叫做洛坤府,它位于泰国南部的马来半岛地区,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就是纳宫斯伊塔玛拉的首府。 这里也是很多中华典籍上面所记载的灯流美国的所在地,那也是泰国比较悠久的历史和佛教文化的一个保留非常好的一个地区。 那曾经在三佛齐的时代,这里是泰国非常主要的佛教圣地,距离曼谷780公里左右,这个省府的面积是9942平方公里, 那大部分呢都是高原和山脉,地势西高东低。 今天呢是我们在宋梅岛环节节。 今天呢是我们在宋梅岛环节节。 我们在宋梅岛环岛行程的第七天,在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宋梅岛环岛行程之后呢,我们早早的凌晨三点钟就起床收拾行李,然后呢要前往码头称上第一班宋梅岛前往泰国大陆的轮渡。 那今天呢我们的目的地就是纳库斯伊塔玛拉。 其实呢纳库斯伊塔玛拉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泰国南部首府,那也是结合了这个西部的高原山脉和这个东部的盆地沿海地区形成的这个盆地这个特有的这种西高东低的这样的地形特色,而衍生出来的一个著名的旅游生物。 那中华的很多文献从宋朝开始就对登流美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了。 同时呢纳库斯伊塔玛拉是我的另外一个助理优的家乡,所以呢我对这个省府并不陌生。 在踏着晨曦的曙光,然后码头登上了这个搬船呢,我们就前往了纳库斯伊塔玛拉的行程。 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画面中看到,那这个省府是比较多山的,那同时呢在盆地当中也有很多这个田野的景色。 那它的物价水平呢也是相当的低啊,所以呢其实定居在泰国南部生活在纳库斯伊塔玛拉,真的是有山有水有树林,有阳光有沙滩有大海,还有很多的热带水果。 大家所熟知的那些美味的榴莲山竹,还有大家喜欢的乳胶枕,床垫,还有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这个棕榈树的这个经济园,都在泰国南部的区。 同时呢在很多高山都有这样的高山度假村,或者是咖啡厅,或者是餐厅,可以让你在饱览这个美食的时候一览眼前的风景,是不是很不错呢? 那今天就跟泰彩一起开始南部的行程吧。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洛坤府的一个景点 就是几里屋打瀑布 其实呢从苏美岛出发 到了苏勒塔尼 你如果想从这里一路前往普吉岛的话 其实是可以领略到泰国五个省府的美丽的风景的 那比如说普吉府 潘亚湾 还有苏勒塔尼 洛坤和贾米府 其实呢这1200公里的行程啊 真的是可以让你满满的去探索泰国南部的文化之地 眼前呢是几里屋打瀑布的第一台阶的一个小瀑布 看上去是不是非常的壮观呢 我们使用航拍飞机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这边的山啊 真的是不像泰国中部地区的山脉的那种丘陵地带 非常平缓 它真的是非常显要的 那同时呢 这个潺潺的溪流啊 在这里汇聚而成这种高耸的瀑布 或是细水潺潺 或者是奔腾万丈 都让你看的就觉得说心情非常的愉悦 那同时呢 人在这个大自然的画面当中就显得非常的渺小了 如果你从苏美岛出发前往苏拉塔尼 然后来到洛坑府的话 那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可以看看呢 其实一路上还是可以经过很多景点的 比如说像海啸纪念馆 果园 大象公园 湖边餐厅 讨索国家公园 还有很多很多的古寺 那这些地方呢 都是著名的旅游经典 那更加值得期待的呢 就是一些泰国南部非常原始的这种村落 在参观完这些小村庄之后呢 你还可以乘坐 喇嘛武士时期的那个老旧的宅规火车 然后呢 去感受一下这个东方快车的 也有一番情趣的奇妙旅程吧 然后呢 再到很多这个村落里面去欣赏一下 这个泰国的织布和服饰制作工艺 那还有锡制品手工制品的制作 如果您需要做的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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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住在泰国这么多年来 往往反反的几乎去过了这个国家所有所有的地方 那陆陆续续的也去过了很多知名的或者是不为人知的一些小小的城市 那非常的乐此不疲 依旧流连忘返 那和很多朋友们不同的是泰仔更喜欢泰国的南部 所以呢我把我的农场买在了南方地区 那很多朋友说喜欢青麦呀喜欢苏可泰呀 那是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有所不同 但是说不清为什么 我就是因为喜欢的永远灿烂的阳光 还有清澈透蓝的海水 绚丽缤纷带有一些麻辣味道的南方饮食 还有那些穿梭在人群人海当中随处可见的质朴的微笑 一声声酥软入骨的Sawarikab 就会让你能够化解到所有的这个人生当中遇到的不安和陌生 泰国其实就是一个能让你心地平和的国家 所以呢有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国家爱上一个城市 亦或喜欢一处风景 它不仅仅是一个瞬间的时光 就像是某个清晨 在那宁静的旷野的街道上 看着披着黄色袈裟的比丘们 喃喃地送着经文从远方须步而来 金色的阳光从树梢披萨下来的时候 亦或是午后的黄昏 蓝色的海边 霞光淋淋 微风徐送 那种期待着一个人出现在你面前的那种 惬意的感觉吧 所以呢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我就是很喜欢泰国 当接到这个朋友的邀请的时候 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南下 然后呢继续地出发 前往泰国的南部 就这样一路向南 你都能够看到每一次都不同的风景 和每一次感受到心境不同的风情 同时呢洛坤府也是泰国南部的水果产量低大的升府 那这里呢真的是有很多热带水果 比如说柚子园 榴莲园 芒果园 这些鲜嫩多汁的水果 还有山主 真的是会让你吃到忘乎所以 我已经流口水了 在我之前来到 那公司以太麻辣的时候呢 我的助理 他第一次带我来到这个 吉利公大瀑布的时候 我是非常惊艳的 那当时呢 因为不是雨季 那这些瀑布上面 有很多小孩子坐在上面 把它当做水滑梯一样的冲下来 我当时还觉得这样安全吗 但是当我自己从这个水面上面 就是顺流而下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种释放的感觉 真的是无以言表的快乐 那现在是雨季呢 所以这个景区的工作人员 说不能下水 因为可能这个水势 遍及很多地方的水流很深 或者有一些暗流 所以很遗憾 这一次不能下去玩水了 不过呢 看到这个大瀑布的时候 真的是心里面有一种 非常沉静和宁静的 那种欣喜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看着这个山间的避水一汪 看着这涓涓的溪流 就觉得说你的烦恼 好像跟着这些流水 就离开了一样 然后呢 我们继续出发前往柚子园 第一站的这个柚子园呢 其实它盛产的是 线罗红马脑柚 仅在泰国南部的洛克文府 有生产 它成熟的果实啊 呈现出那种晶莹透剔的 这个玫瑰红色 肉质非常的细腻 无渣 而且鲜甜多汁 价格呢 就是那种非常大的盘子啊 整整三大盘 那大概也才只有500泰铢左右 那所以说 如果你想来泰国吃水果的话 一定不能错过这个 这里呢 除了著名的马哈泰斯之外呢 还有在泰国非常著名的一间寺庙 那这间寺庙呢 有很多泰国的人 会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 祈求许愿 那后面呢 我们会做一期专题的节目 告诉给大家 刚才说的那座寺庙的林燕呢 是因为他之前出过泡堂台 这位大师 然后呢 还有这个类似于 泰国本地的一种 有点类似于古曼童文化的一间寺庙 那这间寺庙呢 供奉的是一尊非常有名的古曼童 那有很多泰国民众 在这里许愿之后呢 就中彩票了 那也是近代的时期啊 由于这个原因 这座寺庙就在泰国本地 是非常知名的 真的可谓是有求必应啊 那这后面呢 我们都会做专题的节目 给大家介绍 那今天这个 我们主要的就是行程 给大家拍拍这个 南方兹伊塔玛拉 这一路的这个山水风景 现在呢 我们来到的是 凯里翁瀑布的下游的小河和小溪 在这些小溪边呢 都有这种非常唯美的 Rlan Cafe 就是咖啡店 或者是餐饮店 结合在一起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想看风景 或者是想吃东西 坐在这儿 安静的发呆一个下午 这都可以任君选择 同时呢 小溪里面真的是清澈啊 清澈到 每一只大鱼和小鱼 都在你的眼前 自然的晃晃悠悠的游过去 那如果你走下水边的话 还有很多鱼群围绕着你 这里的鱼是不怕人的 那如果说很炎热的夏日 就在这清凉的山西之中 来一场畅快淋漓的沐浴 是不是你所喜欢的呢 太仔真的是对泰国南部 非常的迷恋 有说不清道不完的喜爱 简直是无法通过一集节目 完整地呈现给大家 下面我们再说说卡农小镇 卡农小镇呢 是一个伴着清澈的 黎明苏醒的地方 这里呢也是一个 非常具有泰国色彩的一个小镇 那每年呢 其实大概仅有300多个游客来到这里 如果你选择路边的小滩 混迹于当地人当中 就像原住民一样去吃一顿早餐 这一定是很多人喜欢的旅行方式吧 那用最接地气的味蕾 去感受一座小城本来的模样 忙忙碌碌的人们 他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 而我们是匆匆而过的过客 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 是这一路从纳公斯伊塔玛拉 前往东里府 然后呢再到贾米 所以呢后面我们会陆续的 为大家呈现农里府和贾米的专题节目 然后呢再去这个南部的 安达曼海上的很多小岛 还有河爱像利贝岛 塔农洛坤这样的地方 都会一一的给大家做出专题的节目 那现在呈现的画面 就是我们制作节目的一些过程啊 通常是我操控着飞机 然后呢叫他去拿着相机 这样的话呢经过后期的剪辑和整理 就能给大家呈现出非常立体和比较唯美的画面 也能够让大家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那同时呢这也像是节目的花絮一样 能让大家知道每一集的节目是怎么样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经常有一个梦想 就是找一个这样有潺潺吸水的地方 然后呢就在这个水边露营一晚 看着水里的小鱼和水面上的鸭子 那就是有一种殊不清的幸福的感觉 那在我的家乡其实这个事情还真的就是奢望 但是来到泰国之后 这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 继续出发吧 前往泰国南部的农礼府和贾米府 其实这一趟的行程呢 除了玩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任务 就是要去购买我的农场 那购买农场的节目呢 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前为大家播放了 那这个是我们在去购买农场的路上 顺便为大家制作的节目 所以呢我们就是一路走一路拍 不管是看到什么主题的风轻源 还是看到美丽的山水 还有醉人的乡间景色 都会用摄像机为大家记录下来 那这个高耸的这个一个战道桥 也是一个挺好的拍照的地方 可以用这个广角镜头 把这个桥和后面的山 这个收集画面当中 也是非常的唯美的 其实泰国南部的农礼府也好啊 它还有贾米府也好 它是有着这个110多公里长的 这种海岸线 那也是有很多个国家级的 自然保护区这个拼凑而成的 那沿岸散落着无数的美丽的 像绿宝石一样的这样的岛屿 都值得你去探索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行程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那最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有一个珍珠岛是要通过一个翡翠洞穴 然后呢经过白米长漆黑不见五指的这个水道游泳进去 然后呢还有探险的情趣 都请大家期待后面的节目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